戴上墨鏡口罩 遮掩面部表情 網紅TOYS劉偉健 到台中地檢署報導 他三年前被查獲販賣大麻煙蛋 金法院判處四年兩個月定驗 十六日入監服刑 就是希望大家 未來如果真的內心 有想要做錯事情的話 想想現在可以失去的 可能這個是我這幾個禮拜 體悟最多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要保重 那我未來可能也要 離開這邊土地了 隨即拎著一袋物品 走進地檢署 開台灣了 保重 來 船可以有帶嗎 TOYS特地回頭看了一眼 而一路緊跟到門口的媽媽 不捨兒子入肩服刑 哭倒在旁人懷裡 TOYS期日的最後直播 秀出平頭新髮型 做好入獄準備 以前都覺得 保重這麼敷衍 現在 現在 現在覺得這兩個字好沉重 緊接而來的新生活也曝光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八點出房門 會去工房工作 工作項目可能會是 折紙代工裁縫機裁縫 晚上九點 席燈就請 生活相當規律 販毒就要光在製作審判好嗎 你來這邊幹嘛 丟人丟死人了你 2023年底 統神在星光電競大廠 毫不留情 透罵TOYS 其實TOYS講話直接的個性 一路以來樹敵不少 也曾和超哥爆發 毆打衝突 歷經風雨 如今因販毒 淪為借下球 三零熊 陳一傑 邱瑞陽 CM小組 台中報導